神不生活 我们要一切都为这个神呢 这叫就坏了 就错了 他不生活 他是什么 他是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 衣服不是我 衣服是我所有的 衣服坏了 可以换一件 身体坏了 换一个身体 如果是身体生活 那我死了 不就没有了吗 怎么去投胎 投胎不是身体去投胎 所以大家想的 灵魂 灵魂是不是我呢 可以说是我 但是不是真我 为什么呢 他不灵 说他灵魂之功为他 他迷惑电脑 说他迷惑是真确 他迷 迷而不去 所以他投胎 回去投出身 他就搞木鬼 如果他灵的话 他决定不到这些地方去 他不到天上去 他不灵 孔子趁他做游魂 说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 他动力 他不会静止 而且动态 很大 速度也很高 他投胎 不一定来生在地球上 可能到别的星球上去 你需要的速度多大 他们有障碍 如果他救了 那就是真过 救了 他就回归自信了 所以 自信才是真过 我们叫他就 灵性 不是灵魂 灵性是真过 灵魂 是灵性在迷惑的状态 没有觉悟过来 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要认清楚 灵性是无 灵魂在迷 六道轮回投胎 那是他的死 人要是觉悟了 再不够六道轮回了 最聪明的人 就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用俗话来说 这是 最有智慧的 最有福报的 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个选择并不简单 大臣教佛说 善根福德因缘去除 都是过去深重 曾经供养无量祝福 没有这样大的善根福德 他不会选这个法门 选择这个法门 也是半信半疑 他未必能往生 决定往生 一切放下决定往生 这个人 那就是得过去一切祝福加持 他这一生决定往生 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都要知道 如果说 这个是佛讲的 这靠不住 这是宗教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机会 你当面凑顾 到以后后悔 来不及了 深陷教会 最难的 就是信心 这是我学佛几十年了 深深体验到的 我们真正难关在哪里 信心 我们的信心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心的人 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转变成什么呢 真正能够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无论在什么境远当中 顺今逆今 向远悟远 他都提升自己 那是什么 他不知足 他真能放得下 而且对一切 人事物 都生出 最真诚的恭敬心 那为什么 他知道这一切法 就是发信 对发信的恭敬 就是对祝福如来的恭敬 那可不一样啊 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代 太苦了 那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时间越来越短 长寿不是好事情 受罪 你们要问我 我想什么 我想现在 那你摆脱这个痛苦啊 我是这么想的 福不来接我 那不来接我的时候 我知道 我事情没办了 什么事情 为大众表发 不就为这个吗 一般人讲的人 不相信 我讲有人相信 为什么 我讲了五十五年 我学了六十多年 讲了五十五年 大家相信了 那这一段经历在啊 人相信这个 出这个我没什么息息啊 那福留我 也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会说假话 所以你们问我 什么时候往上 我不知道 要问阿弥陀佛 时候到了 他就来接我 他来接我 我马上就走 毫无留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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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